他用打字的跟我說,就是那個人他是跟人家約出來 然後那個人說要給他匯款之後才有出任何資料 但是他沒有給,所以他說 但是那個人原本要買點數給他就要費錢 然後我們也沒有辦法 然後那個人說現在要訪問,他要把他的家人出來 他說他要用我手機扣碼找我的家人,然後對我家人不利 不可能啊,我問你你是不是交友的 對 然後他說你要跟他約見面 他說你要買點數給他才可以出來 他叫我給他申請我不給,然後他就 他說你要跟他約見面 他跟你約好,然後突然說他老闆經理不讓他出來 所以要買點數給他 對啊,是詐騙 那他會查得到我的家人嗎? 你完全不用理他 因為他是什麼大哥 不用理他,這我們看太多了 確定 你申請也沒給他嗎? 沒有,我就是不給他,他才會這樣 那你不用理他 不用理他 因為你給他說 我就晚了 你就會來我們這邊包安 嗯 你就會包安好了 還有這種網路交友再小心一點 沒有,因為這個看太多了 因為他原本只是朋友,他原本說 喂? 警察 喂,警察啦 警察,你還會出哪裡啊? 桃園分局啦 型號多少 什麼型號 什麼型號 什麼型號多少 什麼型號多少啦,你來派出所啦 來 嘿,好啊,你什麼時候過來 五分鐘到 好啊,好啊 好啊,你五分鐘後來補子派出所 好啊 之前沒看到他啊 對啊 而且還沒見到他 嗯 而且你也不會見到他 對 就是他剛剛還就是我一直一直就是不太理他 不接他電話 然後他那個就那個小姐就傳一個影片說 就是他大哥在招人 手機他手機他沒有辦法讓他查 誰會讓他查 他們沒有管道 沒有啊 我可能會有那麼 電信業者怎麼可能敢提供給他們 對啊,那違法 對啊 就是因為這樣嗎? 對啊 嗯,可是這很常見啊 有一民眾有異常購買點數的行為 原警徑通報後抵達現場 被害人稱其在網路交友認識一名女子 予與對方吃飯時 對方卻要求被害人先行購買點數 經警方向被害人提供相關案例後 被害人終於清醒不再堅持購買點數 警方也呼籲社會大眾 誤親信網路交友資訊 遇有可疑時請撥打1月5分 警察聯繫 請撥打1月5分 不要直接疲借